千夫所指 这些艺人设性侵 演艺事业跌谷底 很不应该 然后也不知道是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后悔也来不及了 男团Under Lover成员胡瑞儿 去年六月 趁老婆舍机灵采提 领盆之际 跑到夜店 检视性侵 遭到判刑 形象坏光之外 事业也全面停摆 而这两年 有不少跟他一样 沾上性侵的演艺人员 全都没好下场 我此生从来没有 伤害他人 或胁迫他人的意图 纽承泽被女工作人员 指控指清 应讯时 他虽强调是护有好感 但检察官不信 还是将他以强制性交罪起诉 在网路上也被骂到臭头 他甚至说 我已经被判处死刑了 我看到一个 说实话 不等于有真相吗 明导张作记被女编剧控诉性侵 被判三年十个月 在2015年4月入狱服刑 他不仅低潮失眠 狂瘦16公斤 也无法宣传芯片 最最担心的是 我觉得 我希望我妈妈能等我出来 妈妈等到了 张导服刑两年四个月就假释出狱 但没过多久 妈妈就在睡梦中辞世 对张作记打击超大 他真的是 帮他跳一滑把我推倒吗 2016年 秦伟被女造型师在脸书公开 气宿性侵 因报一连串被害人 跳出来控诉 法院认定秦伟对三人犯下 强制性交罪 判他八年 目前上诉二审法院 他的活动代言 全面停止 最惨的是发福了 胖到连西装 都快扣不上 走新闻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